一上車就是滿滿的酒精噴霧伺候 全民拼防疫 酒精不能少 但誰能想到 噴酒精竟然會讓酒測卡關 拖到乾 被酒精嗆到 你到底酒測不夠 我跟你講 沒想到一句玩笑話 竟然成了神預言 一對夫婦在車上噴酒精消毒 遇到酒測零檢 開車的老公被警察叫下車 結果不太妙 不會吧 沒有 噴酒精 噴酒精 剩下來 因為有酒精的話會不一樣 好 第一次不過 還好當事人下車重新酒測 第二次順利過關 原來因為老婆擔心 武漢肺炎疫情 加上家裡有兩個小孩 每次上車他都會狂噴酒精 卻萬萬沒想到噴酒精消毒 也能讓酒測卡關 四個人全部都一起噴 噴完之後其實我是被嗆到的 我基本上我平常是不喝酒 第一次酒測然後被叫到旁邊來 當事人即便開車開了十分鐘 酒測仍不過關 難道75%的酒精噴霧 暗藏玄機 我們一般酒測機所測到的是 我們喝進去吸收到血液裡面 然後再擴散到肺裡面 這個微量的酒精 但是如果你在密閉的汽車裡面 噴上了酒精 你吸入的是比較高量的酒精蒸氣 這個濃度就會搞非常的多 噴酒精消毒也會讓酒測卡關 這樣的遭遇倒也成了 武漢肺炎肆虐下令人玩耳的小插曲 這張大王光君台北報導